在這個新的一年當中 這個兩岸的局勢會是怎麼樣的呢 會不會有點怎樣反應過頭了嗎 我們來看到引發熱議的是 台灣這篇激進黨的 這個台南市議員 李宗玲他就說 哎呀 最近來看到 還被統戰了嗎 來看看這是什麼 統戰食品滲透台灣嗎 來看到這是什麼 螺絲粉包裝寫 你是中國人 所以應該要下架 你看他的文宣上面寫什麼呢 說你是中國人 我也是中國人 四捨五入以下 你就是我的人 這怎麼看感覺也像是一個 文宣的創意 但是他卻認為這是一個統戰 這個很顯然就是說 在大陸那邊 他在做行銷的時候 有這樣子的一種創意在這邊 你想想看 螺絲粉弄這樣子的一種 你是我的人 對 對不對 知道話題嘛 對不對 它是一個商品 就跟幾年前你到西雅圖 最早是西雅圖的Starbucks 他不會問你說 你是哪位貴姓對不對 他會寫你名字 甚至他會寫 Good morning Have a nice day 這樣子寫的這些東西 這是一種行銷 這是一種促銷 那我們現在從那邊直接的進口 你要罵就罵這個廠商嘛 為什麼沒有一包一包看 你不可以是中國人對不對 四捨五入後 你就是我的人 我還是要想一下 這怎麼四捨五入 你加我就得超過四捨 這有趣味對不對 對啊 討論度 草木皆兵 OK 他把所有中國制的東西 中國人都把它視為敵人 草木皆兵 沒錯 四面楚歌 對不對 有一點實在是缺乏自信 缺乏自我的這種了解 我們台灣的年輕人 或我們這個家裡面的祖父 買這個螺絲粉來做煮 來做吃 你看到我 你是中國人 我是中國人 就說對 我也是中國人 我參與卡好不好 會這樣子嗎 會這樣就被統戰嗎 這叫統戰嗎 對 是不是 就是你幫倒忙 OK 你幫忙他做這個宣傳 這樣你是中國人 我是中國人 也都可以做成一種 文宣的這種訴求 對不對 然後呢 這個其實基本上 完全的缺乏 對自己的這種信心跟理解 我們還怕這種東西 人家是創造議題 對不對 他以為他抓到了這個說 被我抓到了 但自曝其斷 是不是 反而一笑大方 真的一笑大方 那現在中國大陸呢 其實在方方面面被說 回到了世界的一個 很前沿的部分 尤其來看軍事的這一塊 中國大陸越來越有底氣 那尤其說到是南海的這一塊 南海很多域外國家 會特別來這邊挑釋嗎 我們來看一下下一張 被說的是 美國的李米茲號航母的打擊群 你看看到他的一個路線 從12月21號你看 一路一路的來到了 這個台灣的南部巴士海峽 結果最新的位置在這個地方 也就是在南海的這個位置 那我們再看一下下一張 也就是看到了 在南海的博弈的這一塊 我們來看到說 今年其實南海行為準則 也許會有一個更大突破 但是美國域外國家又來南海了 其中就來看到美國的這些 像中雲號 還有迪凱特號 還有韋恩美爾號 導彈驅逐艦 之前就被說在南海的活動 剛剛你也看到 尼米茲號的航母打擊群 就已經到了南海這個地方 但是楊老師 中國大陸也亮劍了 來看到山東劍南海秀肌肉 尤其是來看到實戰化的訓練演練 有殲-15日夜的起降 也秀出他相關的一個做法 記不記得上個月遼寧艦在哪裡 在西泰 對 靠近關島 這個月呢山東劍在哪裡 對不對 南海 然後呢其實第三艘艦 福建艦當然還在 就是說整裝 然後在準備就是說真的 這個實戰化 參與到這個過程裡面 所以那我是覺得 在今天這個時間點 你看這都不是就是說 就是說漁汛期 也就是海象其實並不穩的時候 大家在這個時間點 仍然在海上 有這樣子的一個大規模的演練 我覺得第一個 這個緊張度其實真的在增加了 過去我們通常看到 大概是三四月之後 才會有比較大規模的演習 海上的演習 差不多到十月 因為進入到這種海象不穩的時候 大規模演習 其實會出現很多的這些狀況 可是呢這個時候你看到 美國一方面來這邊 然後呢山東劍當然也在 這個頂了上來 這裡面顯現了一個什麼事情呢 因為在這個時間點 去年九月的時候 在金邊 柬埔寨的東協的高峰會當中 其實柬埔寨的這個外交官 就對外宣布 南海行為準則的 第一版的文字版本已經確認了 而且走過一輪 也就走過東南亞十個國家 東協東盟的十個國家 現在開始做第二輪 在這個之後呢 就應該我在想這個第二輪正在進行當中 相關的訊息就不多了 可是呢你看到 在去年年底 越南的主席阮富仲 去這個北京的時候 也談到這個問題 然後呢 小馬可是在北京見到習近平的時候 也談到這個問題 我記得是他的 第22項的這個聲明當中 有提到這個東西 因此就表示說 美國其實現在知道 大概要透過 這個區域國家 東南亞國家 不管是越南還是菲律賓 要去拖延 這個就是南海行為準則 或者把這個問題給擴大的時候呢 大概他的這個影響力已經不夠了 OK 那不夠怎麼辦 千萬不要以為 南海從此就這個相安無事了 美國就自己來 因為對他而言這個航行自由 美國的這種全球的海上的這種部署 那事實上是關鍵 尤其是南海這個水域 以及這個國際的水道 大概是全世界就能源 商業 貨運 都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對他的航行自由 非常關鍵 所以在這個時候他要做這樣子的 就是航空我們加上三艘 就是說這個護衛的這個驅逐艦 那因此你就看得很清楚 過去說是為了維護 這個有規則的國際秩序 其實到後來 還是你自己的國家利益吧 也就是你自己定義的 美國的就是全球的那種自由航行 那特別在南海這邊 你就看得很清楚 對啊的確看得很清楚 那現在中國大陸其實也不斷的亮劍了 尤其我們剛剛特別提到的是 有關於什麼呢 也就是山東艦 其實也亮劍了 比如說解放軍公佈說 山東艦航母的編隊 最近也在南海進行實戰化的演練 大陸官媒來看到是環球時報 就引述了軍事專家說 山東艦在藉著遼寧艦的基礎之上 形成非常大的一個戰鬥力跟保障力 一起來聽看看 本次訓練 指揮所增設了訓練難題 強化了訓練難度 進一步檢驗了放飛消毒前期的訓練成效 應急處置能力得到顯著提升 好 楊老師 其實在南海這個地方 大家都知道 美國呢 它是一個域外國家 但是它會用所謂的航行自由 來這邊 繞來繞去 但是呢 對於自己南海域內國家 很多國家是想要擱置爭議的 跟中國大陸開發南海的議題 好 但是呢 中國大陸現在因為有 三艘航母了 那第三艘當然還在西裝過程當中 兩艘航母被說也有戰鬥力了 尤其是山東艦編隊 被說這一次有三大亮點 第一個是殲-15的戰鬥機 數量非常多 你看 排了一整排 在甲板上密密麻麻的 進行高難度夜間起降訓練 意思就是白天OK啊 晚上看白天黃昏這個起降OK啊 晚上你看它也可以進行 這個起降訓練 這是一個實戰化的對抗 山東艦這個宋忠平老師就說 山東艦已經具備在 高海礦高海情的狀態下 執行多種的戰鬥任務的能力了 然後呢 遼寧艦在西太平洋的訓練 之前這個地方 剛剛老師說的 關島很近啦 還有包括了 沖織鳥礁這個地方都很近啦 好 遼寧艦跟山東艦兩個呢 未來可以怎麼樣 必然會實現雙艦合併 你看雙艦合併的一個狀態 我都期待三艦合併了 但是當然你一個軍事特別像航空母艦 你需要長時間的去做這個準備去做演練 而且要在各種不同的這種情況之下 環境之下或者是時間點 以及在各種不同的海域海象的這種情況之下 做實戰化的這種對抗 而且要做就是說整個聯合不管是電子的還是說這個防空的各種方面 因此這個當然並不絕對的代表就是說這種就是在這個區域的敵對的相對的國家開始要準備這個備戰 並不是 但是呢備戰的本身就要準備最壞的這個軍事的情況 當然它也代表的是一個訊息 因為它也造成 美國來看山東艦遼寧艦的這些裝備 這些演練這些演習在這個時間點 因此它也要相對的加強 因為一方面是軍事上的意涵 你做準備我也要做準備 但是現在尤其在當前的這種媒體以及在西太平洋這種對峙的情況之下 政治跟心理上的這種意涵也要考慮 也就是說它不只是在國防或軍事的這個決策 它也影響到政治跟戰略 甚至媒體跟宣傳 OK 因為它有一個對應的 如果你這邊都是山東艦遼寧艦不斷的這個大大小小的個人演練 而美國這邊就完全寂寞無聲 那其實你就會產生自己相當多這邊 比如說從日本到韓國 到這個它現在去影響菲律賓的各種質疑 所以它也要做類似的這些動作跟作為 相對應要頂上來 那一方面是衛軍事 另一方面也是一種政治上跟心理上 所以那這個心理上就會產生什麼問題 就會產生彼此那種猜忌 甚至一種不信任 然後呢這個東西呢 就萬一真的在軍事上出現了意外插槍走火 它可能就會產生這種情勢的立即惡化 所以就是說為什麼在這個過程當中呢 溝通的管道也很重要 對啊 隨時要避免說 因為意外事件的發生 它為什麼叫意外 你料不到的嘛 是 那在你不斷因為軍事的演練 因為政治的這個戰略的布局 因為心理上的強化 那你開始做不斷的這些軍備的提升 強度的這個演習 發生意外事件之後 你要立即的溝通的管道 那我現在比較擔心的說 因為中美之間 那個在去年八月 培洛西之後 三項中美之間的溝通管道 現在停滯到現在 並沒有真正的這個恢復 這個可能是中美之間現在立即面對的問題 當然要立即面對的問題 那之前大家也知道說 在去年 在最近的時候呢 有發現說呢 美國不是派了RC-135偵察局 去南海這個地方要抵近呢 看一下中國大陸的航母的一些演練的狀態嘛 中國大陸也派出了殲-11啦 結果美國指控中國大陸什麼很近很近 但中國大陸公佈另外一段影片 說是你美國的偵察機 不斷的擠壓我們嘛 所以看得出來呢 中國大陸在南海這個地方 要保護自己的權利 因為這個地方是它的油啊 天然氣很重要的一個管線 但是呢 美國常常來這邊所謂的自由航行 真的是這個域內國家想要的嗎 忠實社評說 今年的南海 渴望譜出新的篇章 尤其是中國大陸跟東盟關係 非常的緊密 大家想要發展經濟的問題嗎 2022年前10個月呢 中國大陸跟東協的雙邊貿易 來到7,984億 在去年的時候的美元 同比增長13.8% 互為最大的貿易夥伴 尤其今年是RCEF的生效 已經一年多已經過去了 所以這個呢 加成的效果會更加的強大 好 更別說 小馬可是在1月3號到5號訪問北京啦 就說重啟中非全面戰列合作的關係 非方繼續要透過友好的協商 處理海上問題 跟中國大陸重啟油氣的開發 人家想要共同擱置這些南海的分歧嘛 尤其小馬可是訪問北京之後呢 就換了軍事的高層啦 這很重要 來看到的是森蒂諾 他回國單任參謀總長 他曾經是杜特地任內的參謀總長 尤其來看到他取代誰呢 巴卡洛他任內其實呢 是有很多的美非的兩國舉行 海上聯合軍演都是他 被說是所謂的親美派 所以換了另外一個人來擔任參謀長的話呢 也有很大的意涵吧 這當然他從北京回來的第一件事情 就換這個比較親美的參謀長為前任的 就是杜特地時期的參謀長 在中美之間比較平衡 那但是必須要說 小馬可是他的這個家族跟他自己本身 一直想要維持就是中美之間的平衡 而不是過去杜特地那個就是親中蘇美 然後呢杜特地的女兒沙拉杜特地 現在是做小馬可是的副總統 應該可能就是下一任的總統 因為本來其他上一次的 這個沙拉杜特地的總統的呼聲是蠻高的 但是他讓給小馬可是 沒錯 小馬可是想要在兩邊去尋求就是說 就是這個平衡 因為小馬可是的家族 其實跟美國的關係很近 不過我都忘記了 其實他都忘記這個 夏威夷的法官其實要他歸還 他父親那個時候貪污的20億美金 但是他的家族完全自自不理 所以他後來一直沒有辦法到美國去 那現在問題是 他的家族裡面的成員他任命的一些人 像比如說他派的美國那個大使 是他的親戚 沒錯 非常的親美 他的現在的國防部長其實也都講過 美國如果當台海發生衝突的時候 美國是不是可以使用 現在美國在菲律賓的五個軍事基地 其中有三個主要是這個空軍的 而上去年11月賀錦麗 美國副總統到這個馬尼納來見小馬克社 所以在要求說我還要在五個 什麼卡加嚴省嘛 卡加嚴省就在旅送靠巴士海峽的旁邊 就是最靠近台灣的一個基地 他想使用 那現在就是一個考驗了 你換參謀總黨只是一個人士 你對於美國要增加這五個軍事基地 尤其是卡加嚴省那兩個基地 這是一個最大的問號 因為他並沒有換他的駐美大使或其他人 我想也就是說基本上他還是維持了一個 就是中美之間的平衡 只不過是因為剛從北京這邊回來得到了一些資源 他立刻做了一個動作 但是不要擴大解釋 也就是說他從此又延續了杜特地的親中蘇美 不是 他某種程度還是想要左右逢源 我覺得還是有一點在走鋼索 要看他下一步的這個階段 剛才那個南海我再補充一個 這個最近才出現的 CSIS在上個月的時候公佈一個報告 你知道嗎 在2022年的下半年 越南在中在南海擴大 就是這個填海造陸的活動 一舉大概是四個島礁 總共增加了420英亩的新土地 部分上面的這個島礁 也有做軍事的設施 美國如果不要雙標的話 你應該對越南的這一些填海造陸 以及軍事測試 你要採取怎麼樣的這種抗議 或者是說這個自由航行的這個行動 我覺得其實這個是一個新的資訊替大家注意的 對 沒錯 現在美國被說三海常常會不斷的挑動 比如說東海的問題 台海的問題跟南海的問題 剛剛說的南海 那接著聚焦是台海囉 美國會不會真的想要用台灣來呢 前置中國大陸的發展呢 尤其是來看到台灣真的要變成烏克蘭嗎 尤其來看看 中原院的院士來看到叫朱雲翰 他有說絕對要禁止在台灣使用地雷 更不允許部署地雷的武器踏上台灣 美國正準備把台灣烏克蘭化了 這說的是美國軍售台灣火山路上的機動布雷系統 然後就被講說如果你把台灣布了這個雷 變成地雷島的話 那恐怕害到了去台灣的民眾啊 你知道他這個布雷車 在大概幾分鐘之內 可以把他所裝載的960枚的這個反坦克飛彈 這個地雷啪啪啪 在一公里差不多200公尺這個範圍之內 能夠部署完成 有三個問題 第一個那個雖然是說叫做反坦克地雷 可是他實際上只要超過134公斤的重量 壓過去 甚至某種程度他還具有一種主動偵測金屬的能力 他就會爆炸 所以134公斤如果一個負重稍微比較 這個裝備比較重的 你走過去這個士兵走過去就會爆炸 那汽車更不用說了 對啊對不對 這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他說他具有這個自毀裝置 你可以設定4個小時8個小時最多到15天 但問題是你在做設定在布雷的時候 你會打電話給這個解放軍 你什麼時候要上岸呢 我要算清楚 我什麼時候要設這個自毀裝置 你會做這種事情嗎 那怎麼算得出來呢 實際的這個戰場上 你不會不太會自己弄一個這個自毀裝置 你買了這麼貴的東西對不對 你布雷要去做延遲的效應 結果你讓它自毀對不對 那第三個問題是什麼呢 第三個問題是 這個問題其實已經好久了 反地雷我們台灣還去做一個就是說 這樣子一個全世界都反對的地雷 怎麼能夠接受呢 這是一個二戰時期的產物 現在難道台灣要步上了這一個 烏克蘭的後塵了嗎 台灣不能成為烏克蘭 順利 因此